弄完直後,當然是弄曲 弄曲髮時,會再噴一件東西 這件事是讓頭髮不太脾氣 因為弄曲髮時,如果頭髮很脾氣 弄曲髮時,看起來會很散 例如我這些乾乾的頭髮,一定要做這件事 好,那我們就弄頭髮 那通常弄曲髮時,如果弄得漂亮 那通常人都是一個個性格夾起來的 那我呢,就沒有所謂的 我簡簡單單就算了 我主要是焦點在自己的妝容上 所以我一定沒有髮型師做得這麼細緻 那所以我都是為自己的用途 但當然我幫模特兒弄頭髮時,是比較細緻的 那一般我會把兩邊夾前面 前面這個位置,我會拉低一點夾曲 那曲曲其實有很多種曲曲 你可以做的,如果你想自然一點的話 那些軟是不同方向的話 你可以這樣亂過去,之後才會夾 那再放下來的時候,那些軟就會自然一點 但我喜歡一些比較鮮硬的軟 而且夾前面的兩側,因為要遮住肥臉 那不會夾到這麼高,我會由中間這個位夾 拿一個圈,記著很快放 因為其實你要有這麼中度頭髮 如果你夾到很狠的話,前面這個位置就很絲拉 所以你寧願自己夾多幾轉 尤其是面側的兩個位置,就不要夾到這麼大力 那一般我會在中間的位置,把夾前移下來 之後移到尾的位置,就繞一個圈 如果你的髮夾是很小的話,你的圈可能要繞幾轉 那如果我是中間夾的話,那個圈就會在中間開始 哎呀,很熱啊 所以自己小心一點 我通常夾了後面那一部分 之後再處理這個位置 你看到我的髮夾夾完之後是垂直的 通常每一撮,看看你拿多少 我拿這麼厚,大概停留30至40秒左右 轉變動 捡到最後,直入反方向 絲連把髮夾的位置 因為最後面那一部分的條A長短 所以你寧願 Ты搖到最後才出他說 然後再把髮夾完後 後面有點彎,後面很明顯彎一點 前面這些就自然彎 所以我會翻盤前面 拿少許Session 但由上面開始夾 因為上面我撻 所以這裡 你看到上面那一側 我會拿入一點 你會看到越高 它的Curve就會越升高 上面其實不用太多側 記住可以 小心頭皮的位置 這裡有一點 通常最頭前面 遮面的兩塊 我會整整整個頭 之後再看看需不需要翻夾 一般我這個長度的彎 其實一兩個Curve已經很足夠了 然後自己再檢查一下 有沒有些沒有彎 或者彎得不好看的 我不會建議 同一個方向 或者同一個位置 因為你全部同一個位置 那你的彎 就全排都是同一個彎 好,留在前面那兩隻 好,這裡呢 又是 拿了尾 好,先拿一點 你看到它少少彎 就好停 之後這裡又是 因為現在我留髮 留長一點頭髮 所以呢 我就盡量 用彎 夾彎 你就算不剪頭髮 因為現在不去洗洞 對嗎 對 所以呢 我就可以多一點機會 夾彎 夾彎又可以留長一點 前面黑的那些 明顯已經 脫色 已經伸出來的頭髮 所以 又沒有機會去檢查 我 我會自己檢查 現在呢 跟剛才一樣 跟那邊一樣 都是處理下面的圈子 先處理下面的圈子 夾完下面的圈子 再夾上面的圈子 好 那 那 那些人呢 只是夾下面 其實他也覺得夠的 那但是呢 我夾在上面 因為我上面很太 所以呢 上面是 服我自己的 這樣就會 Volium D 這個 那這裡夾起來 真的會比較乾淨 通常呢 這邊是比較順手的 你看到這邊的曲線 是比較漂亮的 這邊是沒有那麼順手的 所以最後 我為什麼說我要反 最後夾完之後呢 我要回頭再夾 好 這邊我夾完了 但是你會發現 這一條呢 就夠彎 那所以呢 再夾了 好 夠了 這樣呢 就夾回這邊了 這邊直接沒有彎 那所以在這邊呢 夾回 好 有了有了 那不要夾那麼多 那然後呢 這邊就差一點點 那這邊呢 就拿回多一點點 曲線出來吧 好 差不多了 這個位置要再彎一點 那你要夾曲線的話呢 其實之後要再加一個 來把不停的 那他會保持的 那他會保持得好一點 那噴霧和平時的直法 的 有些不同 好 夾完 夾完呢 就輕微 如果你要緊緊的話 就不要拆鬆它 但我想弄一點點 的話呢 就拆鬆一點點 那之後呢 就用一支Spray噴了 噴的時候 因為我想這部份量高一點 所以噴的時候 一般我會向後 在底部噴 散開的時候 頭髮會比較鬆 而且不要再用很大力的 這樣做自己的頭髮 噴了裡面的輪胎 之後 外面 就軟一點 噴頭髮 而且在手上 手掌也有噴少少 要什麼呢? 就是 有些曲線不明顯 或者你想保持久一點 這樣就利用手掌上面的Spray 讓它 保持久一點 不要加太多 加太多就會很緊 然後這個很 狹狹的位置 吞鬆一點 就是這樣 我會這樣做 我覺得 不能說 你會這樣做 你這樣做